观众朋友你有见过 支票上面有金额有日期 但是没有抬头吗 抬头就是要给授予人 有这种支票吗 其实杰明在以前 在金融业服务那么多年 是真的没看过 所以支票上面一定要有大名 怎么会有这种东西出来 而且是谁放出来 越来越精彩你不觉得吗 我们现在接一下宜兰的林先生 林先生你好 你在线上 林先生 宜兰的林先生 主持人 你好 各位来宾大家好 你好 有一个问题 大家好像 似乎这段时间 都没有人在 在讲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 就是说 为什么那个广电三法 广电三法 过几天立法院就要 就要把这个议题表上了 可是偏偏 都被这个总统的这个 租上 租下的这个问题 把这个广电三法 大家都忽略掉 这个关系到全民 千千万万的福利 为什么大家都没有 没有把它提出来 稍微讲一下这个 有关全民的话题 谢谢各位 广电三法 好 林先生您交代了 我们会努力去做 另外是屏东的刘先生 刘先生你好 你在先上 大家好 我说台议 我是跟他担任的一个农民 说这次行政 50亿要补充 我来说一个参考 在宋主席 宋主席 做姓主席 台湾这些农民 要再补充 一公顷 要再有八万到九万 一公顷 跟 他在后面 跟他在后面 一公顷 一公顷 要再有七八万 马英九 现在一公顷 全部两万五颗就对了 对 你现在对我说上学 这些农民有些 所採取的肥肤 淡水用一海水用一特残虚 就在这里 这次在行政 农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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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 要查看英文 看今年片 他算是多少就对了 不相信 这是要超 二百十五万的人 在经验台湾所有地方产业 所以我们这次 一半的票 超了一百万六送的 一百万六阿兵 国民党一票就会给他 好 刘先生德嘉 另外跟我姓 同样的姓 新北市来的 汪先生你好 是主持人 你好 大家好 我是中间选民 是 那么目前我 在个中间选民的心态 很着急也很彷徨 那么因为这两个党推出来的人 都让我们不太放心 16年前阿扁选上的时候 大概我还记得50%以上 应该认为坏人 那时候国民党真的做得不好 是 如果阿扁那个时候选上以后 本身民进党一个基本的一个精神 以民为一归 然后一切呢 以他们这种观念的不贪不取啊 一路走下来 国民党老早进到历史的灰烬了 进到历史煽动了 那非常可惜 夫妻俩进了总统府以后 发现手上资源那么多 结果一直受不了了 造成的 现在造成一样了 我们被那个马亦九的美丽的谎言骗了 现在呢 翻版了 一样的翻版 同样来一遍小鹰 又是利用这个 这个不能讲利用了 也是因为这个 趁这个市呢 大家没有选择 我们一讲 为什么没有选择呢 讲中间选民 平时上讲 就是一个浅蓝浅绿加中间嘛 我们非常的 希望大家能够 多提点证件 让我们知道 不然每天看 比如说今天你们提了三千万 变异 其实大家心里明白的是行情啊 哎呀 一亿可能还写少了呢 哦 那么大概 我的意思表达在这里 真的希望能够说 那我们既然没有人 还是彷徨的话 是不是我们再试试看宋楚瑜呢 他到底有做过呢 也是让我们也是有一点点 有那么一点点希望 试试看看做做看 这就是我的想法 最后 谢谢汪先生 我们以后会多办理政见的议题 不过真的 我们办政见的议题的时候 真的一定要上电视来看 我们礼拜三 真的请宋楚瑜讲政见 嗯 我们再研究一下 好 我们再看一下 好 我们还是要回来一件事 金兰这个事情 其实好 我们说真的 坦白讲 我们也喜欢谈政见 可是我们更想要知道的事情是 所谓政治人物的诚信问题 因为这牵引到的事情蛮大 今天朱立伦代表是中国国民党 他做了一件事情是 在周一周刊讲说 那张三千万支票 朱立仁确实是他知道的 那问题是 怎么会出来一个没有抬头的支票呢 我们来看一下 联合晚报 疑似在特政组音讯的时候 向简承安表示 三千万的支票是没有抬头的 才导致党中央跟洪的说法都不拢 因此那天晚上下午的时候 朱立仁才因此被二次传唤 所以被二次传唤的原因 就是因为三千万没有抬头 那么这时候朱立仁就说 有啊 这个上面我们抬头有写 是总统 你参选人 洪秀柱竞选办公室的抬头 但理论上应该只有洪秀柱竞选办公室 因为这个不可能在你的支票上出现 好了 这种情况之下 为什么洪这时候开始一定要去切割 而且还在联合网报 放出这样的消息 我先谈一下 就刚刚那个 我给他做一个ending 是 因为这个行政院被号称 就是孙立琴自己出来说 叫沉默的浅见 因为大家都说他没没做事 所以浅见现在要浮出来 所以一定要花个五十一 给大家说我有做事 那这个过程就很清楚 那他就是要让大家知道他在这次选举当中 他有做了大家五感的事 就是刚刚你们大家都在谈 我刚也做了一些随机的小问卷 那他们都说五感 那很可惜的 你在哪里做随机小问卷 因为刚刚在那个梳妆间 那都是一些婆婆妈妈 我就问了一下这婆婆妈妈 因为我们自己也上菜市场 现在菜家还是很贵很贵 那我那天坐了计程车 那个司机说他喜欢吃生菜 那个牛番茄很贵 我说我知道牛番茄很贵 因为我们家小孩也吃番茄 快到生产季节了 就很贵很贵 但大家都知道这个民生必需品都非常的贵 我刚刚讲的这个十一柱型里面 那可是他今天推出来这个 刚刚已经大家讲 就要非这个民生必需品 可是他希望扩大内需 在这扩大内需里面 还是你花得起钱的人才受惠 因为你要买电器产品两三万 你要先出去 他还是一个阶层的一个受惠 那底层的还是没有 所以他在这里面所创造 还是少部分人的利益 他这个政策注定失败 但是他必须要证明的就是说 我有做事在这次选举当中 所以马英九领导之下的行政院团队 今天毛治国出来开记者会 要跟大家宣誓说他这场选举 他有站在这里服选 这是一个 那你刚刚谈这个 这个事情他有他一个脉络 这个脉络是 这个礼拜三的新新闻 讲得非常清楚 他的封面故事 只指朱立伦知道 指示 看到了没有 朱立伦指示给洪三千万 指示 那请问礼拜三出来到现在 你有看到朱立伦去回应这件事情吗 没有吗 朱立伦说大谈治国之道 在简单的力量 就回应这件事情 你刚刚在那里又告诉大家 这是21号 上个礼拜发生到现在 今天已经30号 超过一个礼拜的时间 这个事件还在延烧当中 他没有灭火 他在这里面一直在烧 一直在烧 加油添火 这里面有一个状况 我们在谈这里面的时候 有一些疑点 他有谈六大疑点 里面讲那个三千万没抬头 是这个礼拜发生的事情 我如果知道那个时间续的话 礼拜二 陈东豪在友台 就说了三千万是没有抬头的 那这个事情开始延烧 我们也在其他评论节目上谈 结果没想到礼拜二 礼拜三礼拜四 这是昨天的 你刚给大家看的连晚 他的出发点是帮党中央抱怨 党中央对于红伴这几天 发展出来 让这个三千万浮出台面 然后用三千万支票 没有抬头这件事情 一直烧一直烧一直烧 对谁不利 对党中央不利 对朱立伦不利 所以现在是红伴跟党中央朱立伦在斗 那这个斗的过程当中 今天互相在较劲 还没有结束 那今天这个连晚 其实要告诉的 红伴不要再闹了 透过这一句 你说这个是连晚 是党中央放的 是他里面通通都讲是党政高层 说这个中间是他要在斗 这个党中央里面有一些不满 然后在这里面要有一些情绪 他必须要发泄 那这个发泄 其实他透过这个 告诉红伴说 你这样闹下去 国民党覆巢之下无完卵 整个砸烂了 我们完蛋 你也没好到哪里去 所以他希望要斗而不破 所谓斗而不破 最后希望在特征组 这几天办下去 能不能签结 签结就盖起来了 什么都不知道了 如果你让他不起诉 你可能还要给大家一个不起诉书表 不起诉书表 就是谁怎样怎样怎样 那文章就做多了 对不对 那最好是签结 签结就到此为止 没事没事 大家都没事 所以这一路上的发展的一个过程当中 红伴对于朱立伦 注下朱上这件事情不满意 是非常清楚的 三千万是谁放的 二十一号 你给大家看到了 朱立伦进去两次 二十二号温森也在隔 隔壁友台 说有个三千万 大家才说 有个三千万 才开始烧三千万 这个三千万 有没有抬头 跟没有抬头 在这个过程当中 跳出来一个人 叫叶匡石 哎呀 叫尼参选人 总统尼参选人 总统尼参选人 这个是叫戒之 戒之 就说了一个谎 后面有更大的谎 什么叫戒之 戒之 你已经要让人家下台了 你不要让人家选了 你干嘛还戒之 那先前洪秀柱刚选的时候 要选的时候 一讲没钱没钱 要跟你讨钱 讨不到钱 那那过程当中 该给钱的时候 我用钱恐急的时候 你不给我钱 现在你要我下台了 你端一个钱给我 这不是很奇怪吗 所以这一路上的脉络到现在 是洪伴对于朱立伦 住下朱上 在斗而不破的过程当中 高潮跌起的一个过程 大家就在看 嚴大和特征组 怎么样把这个案 这个案一定要结束以后 朱立伦才能够去美国 否则还带着杆子 随时要传回来 那怎么可能 可是朱立伦去美国 已经是已经是健壤学上 都来谈这个事情 所以马上要结了 所以仁俊你觉得呢 不是金兰姐这样讲法 我真的客气啦 我老实讲 这个不叫串供 我真的不知道 什么叫做串供了 你知道吗 串供 你把每一个细节 写得这么清楚 说我这中间 还有一个什么八十八万的 什么经费啦 然后由国民党买单 什么巴拉巴拉 而且这三千万不是天上掉下来 确实是双方谈好 预介给红伴竞选经费的一部分 这个案子不是在侦办当中吗 相关的当事人 我现在讲的是当事人 自己本身 对案情都没有出来说明 你透过媒体出来放话说 党内人士表示 请问党内人士是谁啊 我们的政府高层 要把所谓的行政院院长换掉 可以用党政人士来把它换掉 可以由党内人士来发布新闻稿 透过中央社去发新闻稿 你现在透过媒体来放说党内人士说 因为这笔钱是怎么来的怎么来的 我不懂啦 我我不是法律专业啦 我只知道说 这整个案子已经在司法的侦办当中 你今天把这个细节弄出来 还强调说没有 他就是竞选经费 那我不懂说这个这个东西叫做 这不叫穿工什么叫做穿工 这是第一点第二点 红伴其实你可以算一开始就讲说 红秀柱他对外公开明则讲说 我不会用到党内的一毛钱 你这个的说法又把红秀柱打了一巴掌 对不起喔 因为红秀柱没有钱 所以他还是跟党内去拿了这个所谓的三千万 前面谈过了 那这个笔钱只是后来到十月才给的 可是对不起 如果这个案子从头到尾没有白痱的话 在红秀柱的竞选经费里面 就会出现理论上如果你讲的是对 就会出现一笔三千万的钱 如果是由国民党中央开 那个查得到嘛 那你红秀柱还不是等于自己打脸讲说 我不拿钱 事实上你看他一直不断的里面报道就讲说 红秀柱你虽然明着讲说你没有 但是你这一笔钱 你也跟党中央勤款 那一笔钱也给党中央勤款 那你红秀柱的诚信在哪里 我不懂很多国民党内现在为了这整件事情 大家拼命的放话 我老实讲 我觉得观众朋友跟我一样气氛在于是 我们的国家道士到国民党很多的事情 包含现在已经牵扯到司法案件了 什么东西都用匿名人士来做表示 我们每一次在国家大事上面 都是有些奇奇怪怪的党政人士 请问我们有日本人 有这种所谓的日本名字四个字的吗 有这种人可以影响我们国家的事情 可以影响来影响司法 还有三个字的党中央 对一大堆这种奇奇怪怪的犯话的消息 透过媒体这样做 連司法案件都可以这样搞 所以我真的必须要这样讲 你今天相关的这些真正的这个当事 今天为什么大家会觉得这个案子有诡异的地方 因为他以前我们过去你说讲司法恶斗 或者是说那个什么政党恶斗 都是由其他党派的人士 今天替日报说 我跟你讲我怀疑你国民党干嘛 我怀疑你民进党干嘛 我怀疑你亲民党干嘛 这整个事情 从头到尾 请问统柔子的是谁啊 不是你红袖柱自己吗 不是你夜匡时自己吗 不是你党中央自己吗 都是你国民党内部的人自己出来 而且还公开讲你知道吗 公开对着媒体讲之后 然后大家发现不对不对 严重了 然后再来开始各自语言 再来各自解释 那你要解释 我觉得也OK啊 你今天如果今天朱立伦 今天出来讲说 好我代表国民党的党主席 我来讲这三千万 我没有话说 因为你是自己本身是党事 你自己不讲 如果今天是你李四川出来据名讲 我认为我们佩服你 为什么 因为你敢负责任 你敢负责任 洪秀柱今天夜匡时都点名讲说 有 我有告诉洪秀柱有这个三千万 但是是洪秀柱讲说不行 我不能收这个阶段 好 都是你夜匡时在讲 如果你今天夜匡时出来 洪秀柱出来 或者是你说我后来把这个支票交给刑管会 这些有看过支票的人出来讲 我觉得我们都可以接受你们的讲法 反正你讲话你负责 但是我最痛恨就是 你每次都用所谓党政人士出来放话 这是哪一招 凭什么 这是哪一招 我们只问凭什么 建招 所以这个问题越来越精彩了 欧老师 你也曾经替国民党参选过嘛 对不对 国民党有没有给你过支票呢 有 支票上面有没有名字呢 给我的 我见过的分成两种 一种就是说我们在选举的时候 那很明显的 他要求你要弄到户头的 那有指名 而且就是国民党给的 对 一定要弄到那个真正现金的户头 对 另外一种是真的没有抬头的 没有抬头 那我见过的没有抬头的 是在我公元2000到2002年 我和宜蘭县党部主委 住在一起的时候 他就跟我说 崇敬你知道吗 我用他的原话讲 是 好 我不知道做主委才能好 三不五十了 当当中央就会 支票来 都没有抬头的 好 有金额吧 有 当时有金额 都几万块 十几万 塞进去就有一项 有 做主委 和做管理 拼好 还有两个手机 两台车 开台支吗 就一般支票 各种支票都有 OK 我还问他说哪些资票 他说都有啊 银行不是很多家吗 再说怎么来也不知道 要叫你怎么资票也不知道 好 这种支票很多 所以欧老师告诉我们 也是还真的是没有抬头的 所以欧老师 我接下来广告之后 要请教你一件事情 因为这里有两种说法 一种说法是红伴搞鬼 这部分我都会请教佩芬姐 另外我比较好奇是这件事情 因为这个法治时报社长 黄苑侯在节目上多次有说过一句话说 如果特征组要办的话 那么消息就会满天飞 注意哦 如果特征组要办 消息就会满天飞 不办则风无风无雨 为什么这么说一句话 因为侦查不公开啊 消息为什么会传开呢 我今天上次杰明去那个特征组 又来又是我去 那个你知道我们被笔录完之后 那个检察官一定会说一句话说 那个汪先生我们今天谈的事 你就是消息就是 侦查中不公开啊 你绝对不能讲 但是呢 他讲完之后就加一句话说 那个阿扁的事情 我们非办不可 我们早点办也会被骂 晚点办也会骂 我们很难过很委屈的 所以我就把这句话传出去了 所以这样你知道 那我就要问这件事情 如果这是特征组要办的话 那是不是里面存在什么样的阴谋呢 等我们听到欧老师 欧老师麻烦你还要再把你干的 那个支票的事情再讲一遍 我们现金和广告越来越精彩了 那因为我们想把你做的事情 又把你做的事情 好 好 我们下个月